好 接下来问几位特别来宾 他们是几岁的时候才听说 有这种Lunar New Year 农历新年 不能讲Chinese New Year 因为韩国人会抗议 因为韩国人也过农历年 讲中国新年就是说 新加坡人 香港人 台湾人 很多华人 包括美国的华人 也都过农历新年 你几岁知道有Chinese New Year 这个事情 我保税的知道 我在学 我保税的时候 我的老师人不错 我们知道好多的文化 所以我保税 我记得 他跟我们讲 我是老虎 我的朋友是这样子 属虎的 对 没有 老师讲错了 我们没有狮子 真的 有老虎 蛇 蛇 不好意思 所以我讲错了 狮子本来是也有的 只是那天要排的时候 她刚好妈妈生病了 对 我不听 所以大家碰到面的时候 都会问说 是你妈好吗 是你 塞 不要理她 所以你八岁的时候知道 有这个 对 差不多八岁的时候 对 那在意大利的话 都是过圣诞节 对不对 对 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我们没有国年 在意大利没有国年 你们没有过年 我们没有过年 国年是一个亚洲的文化 我们有圣诞节 圣诞节 可是圣诞节 你们的国年不是真的一样 不一样的东西 感觉不一样 在意大利 这个圣诞节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多久 从12月24号开始到1月6号 差不多两个星期 你们有接受移民吗 他想要去变异大利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哇 14天欸 两个礼拜 所以如果你是小朋友 21号已经不用上课 所以很久 20号就不用上课了 那意大利的妈妈 几号就要开始忙碌了 你要 busy 我觉得 圣诞节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所以我们大概12月1号 已经开始准备 因为那个是 12月1号 对 我们是天主角 所以天主角图 所以那个节日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意大利是天主角的中心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12月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觉得 哦 我们要开始改变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 你们每年态度都在改变 对 因为你要变成好人 对 那一切是坏人 一切是坏人 然后那个时候 至少那个时候 你要给大家看那些好人 所以要开始准备 所以准备 比如说那个圣诞树 所以我们在意大利 也有另外的圈子 我们有那个 你们知道 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 那个马朝 小朋友准备这个 要帮小朋友准备这个 对 小朋友跟父母一起准备 在家里要装饰这个 对 平常是那个 你知道那个圣诞树的旁边 我们盖这个东西 盖一个这个 因为他的意思是 耶稣基督来你家 每个家是耶稣基督 这是干嘛 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东西需要说明一下 意大利这个国家 里面有很多的矛盾 我们是天主角 天主角的国家 但是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传统 跟天主角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 意大利的历史 很久以前开始 所以天主角不是第一个宗教 以前 我们有其他的宗教 对不对 这个女生是一个 巫婆 所以我们 1月6号 我们有巫婆节 但是我跟你们讲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 因为1月6号 那一天 我们有两个节日 融合在一起 一个是天主角的传统 第二个不是天主角的传统 那个不是天主角的传统 就是巫婆节 另外的是 天主角的是 一个奇怪的名字是 竹仙节 竹仙节 竹仙 竹仙节 像刚搅那个竹仙 不是 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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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的意思是 耶稣基督给大家看 他是 上帝的 上帝的 小孩 儿子 OK 所以 可是 有点奇怪 因为 那一天 1月6号 我们有 这个 巫婆节 跟 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 那你为什么不帮巫婆 看个牙医啊 哈哈 这个巫婆 代表 九年 那个刚刚结束的九年 最不好看 老老的 嗯 有一点坏 嗯 因为我们知道 新年一定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觉得 我们要在 山下里面 改很多的 呃 傀儡 嗯 木材错的 代表那个 巫婆 然后烧他 烧他 把旧的 不好的 丑陋的 通通烧掉 这个你们看 这个是 他 OK 在乌婆 在乡婆 这样子 OK 在乡下就设一个 巫婆的形象 然后大家都来看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我们做 烧的 哦 这个意思有什么意思 有点像送旧 迎新的感觉 把这个旧的 不好的 对 旧的不好的 好 烧掉 对不对 跟你们的国内有一些关系 有像有像 国内里面不是要 你的房间 要扫地啊 迎新不就 这样的意思 那有特别吃什么吗 我们 圣诞节的时候 一定要吃这个甜点 这个是 Panettone 我们叫 Panettone就是一种的 面包 甜的 一张口配这个 是甜的吗 是甜的 我不吃怎么知道 哎 他就是要你 然后把你炒这个样 然后这个Panettone 一定要配这个 蛋酒 哦 OK 这个是蛋酒 一起 对 这个是 圣诞节我们平常 吃的好吃 怎么吃 怎么吃 这个要切片 我们有一个 蛋糙在这边 要切片 然后 所以你 而且这个 食材要准备吗 对 这可以放很久 你这从意大利拿来的 对不对 是是是这个 不是真的可以放太久 因为这个 你这从意大利拿来的啊 是的 那就你就切给他们吃就好了 对对对 我们吃就好了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你开的时候要马上吃 要马上吃 对对 但是如果是在它的盒子里面可以 这做几天啊 这个可以一个月两个月 可是如果你开 要马上吃啊 开了就要马上吃 但是它可以放一两个月 这个平常也有卖 我在米兰也有买过 是比较小的size的 非常好吃 你就切一片给他吃就好了 硬不太加 他比较饿 他OK 好了 我们这样切 哇 这是哪 这是25号晚上吃吗 对 这个对 那个碗10秒 水果面包 然后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法 这个蛋糕放在 一个碗里面 嗯 这样子 如果你的吃的方法 是这个放在里面 站着吃 吃 哦 我要吃 我可以吃 50刀拿来 50刀 哈哈哈 试试看一下 嗯 相信那个蛋糕里面有那个添酒 所以 有酒 有酒 如果你不喝酒 对啊 所以这个是哪时候吃 这个是整个假期 12月24号 以后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那你们有做香肠吗 那些萨拉米 平常家人做不做 萨拉米嘛 我们的那个跨年时候 那个12月31号 我们有一种萨拉米 这个叫 就是那个猪脚 猪脚 那个切面的猪脚 我们里面的 他是用那个 把里面的骨头跟肉 全部拿掉之后 塞另外的那个 那个香肠的馅进去 然后再去 然后要煮一煮 煮一煮 然后切片 跟扁豆一起吃 OK 跟扁豆一起吃 对 这个是我们的 这是跨年时候要吃的 这个是跨年的传统 可是跨年我们也吃 巴拿豆呢 巴拿豆呢 因为圣诞节到的时候 因为只有圣诞节 可以吃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买很多 都吃不下 所以这个剩下的巴拿豆呢 跨年再吃 再吃 OK 所以你们是 过年是吃这个 跟那个 好 还有巴拿豆呢 OK 吃披萨 和炸鱼 那些都有的 没有 因为其他的东西 可是披萨 炸鱼 不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OK 就用照片讲 这个蛮好 这个好吃 那是好吃的 这个 这个